1點2點7分來,這個鐵門是關的,裡面有護士,沒人出來接應 那個護士往外面看,離都不要理 有三個在那個鐵門裡面等 那裡面的兩位護士都沒有出來告知什麼情況 如果早上忘記吃,下午就可以吃了 估計早上就不一定會忘記了 那總要的話,吃藥裡面有兩種 每個人上有更多的更多的更長一些 對,有增加 先讓我們看那個,我們這邊用開著那個藥的氣體開給我們慢慢 跟人多方面的交替,對 人多方面的藥,所以就要做個比較明顯 那為什麼要做一個,要做一個 然後用下一個,要做一個 要做一個,要做一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的腰 拈籃 靈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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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到11點半 我剛剛11點27來的啊 今天是20227月15號禮拜五 禮拜五那個早上11點 我的史比比來到原鄉診所 來就診 因為昨天我的手被那個蜜蜂釘 釘到現在腫脹 而且昨天一直很痛 又癢又痛 然後這邊還騎水泡 因為在拔草除草 這邊也過敏 這個手整個在腫脹 早上 早上11點大概26、27分 我的史比比站在門口啊 然後這個外面的椅子上 這外面的椅子上 有三個民眾 有一個媽媽 還有另外一對是母子 三個坐在外面 然後這外面有監視器喔 可以看到無達史比比站在門口喔 裡面的護士在整理拖地 往窗外看到那個無達史比比 惡意不回應喔 也不出來詢問 招呼喔 後來 坐在這旁邊的一個媽媽 拿完 拿完那個 好像拿完藥領完藥跟健保卡 第一個護士 把這個門 打開 那個媽媽離開之後 這個護士 只問了無達史比比一句話說 怎麼了嗎 再講一次這個護士講說 怎麼了嗎 沒有問別的就把門合起來 甩都不甩走進去了 那剩下一對母子都在這裡喔 然後看一下這個就診時間 禮拜五 是早上下午都有 早上八點半到十一點半 下午三點 我是在十二點二十六二十七來的喔 然後後來第二對母子 醫生跟另外另外一位護士出來 拿藥包 坐在那個綠色椅子上 拿藥包給這對母子 然後 拿健保卡 告訴他們 那個用藥要注意的事項 後來這對母子 也是護士打開門離開 讓那個民眾 這對母子離開之後 醫生在裡面告訴護士說 把門上鎖 然後 然後護士跟醫生就進去 把鐵門 放下來 關門 走人 完全沒有跟 周喜方喜 無的比 尋問 慰問 關心 了解 診療 再看一下 這個這邊早上八點半到十一點半 今天如果有人有特別的狀況 在還沒有關門醫生都應該發揮醫德喔 幫助民眾 你這選擇性的 就醫診療 還拒絕 歧視性的 排斥 這是這家電話 原鄉 03-861-0308 非常惡劣的診所 在原住民鄉鎮裡面 我第一次碰到敢拒絕診療的診所 政府通報 那個建政府的那個 健保 那個醫療相關單位 還有社會處 原民處喔 這邊上面 他裡面內部這鐵卷門有個監視器 那個醫療主管都可以從這邊查證喔 那外面也有一個 這個監視器都有照到 我的主人站在這邊的時間點喔 即便是超過時間 醫療人員還沒有走 醫生還沒有走 都應該出來 對民眾說明 都不聞不聞直接關鐵門 而且還是在時間之內就關鐵門 這個非常可惡的原鄉診所 第一次碰到拒絕 看診的醫院喔 花蓮縣秀林鄉富士村原鄉診所 非常非常的惡毒惡劣喔 那個 那個醫生跟第一位那個護士 第二位護士也沒有講話喔 我不曉得這些醫生跟護士人員 是不是 都是原住民 是不是都是泰魯閣主喔 之前也有檢舉那個 秀林鄉公所的那個 秀林鄉 衛生衛生所 有那個泰魯閣主護士 就是拒絕抽血 遭到檢舉投訴被懲處喔 你現在原鄉診所 居然 敢同道覆測喔 這個叫全民健保 不是美國私人制度喔 你居然敢吃法玩法這個醫生 你非常惡劣喔 我的手現在在腫脹很痛 又過敏喔 有的會有過敏性休克喔 待會還要打那個 中央健保局 打到中央健保局跟衛生署 去檢舉 檢舉這家原鄉診所喔 看是不是能夠重罰 懲處喔 最好是勒令停業喔 我們身體有傷痛 你居然敢拒絕就診 萬一出意外 危害生命呢 誰要負責 這位醫生 你是哪一個醫學系畢業的 哪個無良的大學 教出這樣的學生 可恥喔 我現在手在腫脹啊 這邊有騎水泡 那個腳 還因為打BNT 還有到田裡挖土 拔草 有過敏 結痂 右手也是這個是正常的手 這邊也很多疤 皮膚要看整 這邊也破掉 那個這個是左手被蜜蜂叮到 希望中央健保局 衛生局衛生署喔 花林省政府相關單位 來查辦這家診所 用力查水表 如果有違法 確實違法給予重罰 或者是勒令停業喔 えー,請多給予再追假